今天视频的主题呢就是我所喜欢的腮红灰 一般说要提气色带第一反应想到的应该是口红对吧 你知道这就是我不喜欢一个人对着相机讲话的原因 没有人理我 是的是口红 但其实呢腮红也是很重要的 它能够提升我们妆容的完整度和精致度 而且不同的腮红呢也能够达到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氛围感 那我今天整理出来的这几款呢 要么是我用过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很喜欢的 要么都是我新入手的 然后后期待想要跟你们分享 总之呢都是我难以割舍的爱 那如果感兴趣就接着往下看吧 第一款呢就说一个我今天最喜欢的嘛 也是我新购入的一款 就是NARS的这款 四号叫Gina 虽然是我新购入的 但它并不是新上市的 我个人是无所谓并且不在意 它是否是新上市的 你只要看重呢是它是否是我喜欢的颜色和感觉 它单看是那种雾蒙蒙的哑光形态 但其实上脸和上手会发现它会带有一点点绸缎光泽感 但好在它的光泽度不是特别高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写毛孔 颜色呢看上去是那种奶油橘色 温柔但又挺有元气的 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肉肉的少女感的气质 就感觉很适合浪漫的春夏季节来涂 感觉是直男会喜欢的那种颜色 感觉无所谓直男喜不喜欢啦 自己喜欢就好 但这种颜色就是完全不挑肤色的 白皮和黄皮都可以用 像黄皮选择腮红颜色的时候呢 我更推荐它选择偏暖调或者是偏橘调的腮红 它能够跟肤色很自然的融合 这款有个小缺点是它会有一点点小飞粉 但是问题不大 所以使用它的频率还蛮高的 就是很百搭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 就特别适合日常来涂 总之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我刚刚忘记上脸给你们看了 我现在用补录一下吧 看一下是不是密码变得很有年轻 很有气色 走近一点给你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就随便说了 排名跟喜欢程度呢就不分先后 其实这一款我还挺纠结的 因为这是一期零推广视频嘛 但Tom Ford的这款腮红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合作过 出过一期情人节妆容的全套测评 但这个颜色和质地我真的特别喜欢 毕竟这又是一期爱用腮红合集嘛 感觉不把他拎出来讲的话 又觉得有点委屈他了 这款是05号色Ravish 中文名叫练娃染 它在皮肤上是那种很通透的砖红色 带有一点金色的细闪 粉质特别细腻 很好上色 很好取粉 也很显色 我刚刚去把刚刚的腮红卸掉 这款上眼的就是那种皮肤里透出来的血色感 会感觉脸淡红扑扑的 血色会显得很好 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相机是定胶镜头 我就没办法拉近给你们看 我只能走近一点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 带有血色感色调的 腮红的色斗 要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力过 我刚开始试用它的时候只上了一层底妆 第一次试用嘛 你们懂的 就想要多涂一些啊 然后有个同事看到我说 你好请问你是做服啊 所以我们使用起来还是要适当克制一下 刷子占取腮红时呢 记得要抖落掉鱼粉 通过少量多次轻轻上妆达到的妆感才会更加自然 那说到血色感的腮红呢 我这里还有一款 就是倩碧的这个小厨具腮红 这款是07号舍夫手头 一共有三款这个系列比较喜欢的颜色 那我们一对一来 这款营造宿醉感的腮红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之前有特别火包过 我会把它上在我这半边里 给你们看一下两个的对比 这样可能会更加直观一些 这款会比Tom Ford的这款 更偏紫调一些显色度和饱和度也随之变高了 轻轻沾一点就特别显色 上脸的差别还是挺微妙的 这边会稍微偏红棕一点点 这边会更偏紫一些 你们喜欢买一点的 我觉得都还挺好看 这款剩下可以用来做演艺 还是蛮实用的 但像这种浓郁色调的腮红 就相比之下更加适合秋冬涂 接下来是15号色 第一眼看到这块紫色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有点难以接受 看到我上脸才发现 是我错怪它了 它的饱和度并非想象中那么高 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紫色 更像是偏冷掉的粉色 我觉得冷白皮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它上脸会使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白嫩清透 是不是啊不是很紫巴 你们可以看到它提亮肤色真的一绝 就会显得特别有气质 特别温柔 但是更推荐给冷白皮哦 是不是感觉立马白了一个度 但我今天的这个妆和这个色调 其实不是很搭的 大家就看一下整个的效果就行了 第二号呢就是那种很有元气的珊瑚色 粉粉橘橘的 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像这种橘调的 就更加适合黄皮 它不是显白挂的 但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较健康 就是那种很正常很普通的常规色啦 也不说有多么多么好看 但就是百搭 比较日常的 总的来说整个系列都不是哑光雾面的 都会大大小小程度上带有一点点细闪 就会让你的脸啊看起来蓬蓬的 很饱满的那种感觉 它这几款粉都压得很实 完全不会出现非粉的现象 而且比较平价 但有一点啊我真的不是很懂 你看它老是喜欢这样 什么意思呢 然后这块也是的啊 我不知道是我这两款有问题 还是它普遍的包装品控存在问题 我不太清楚 但是也只能这样塞回去 继续坚持用下去了 我们接下来一款怎么说呢 它是当我每次不知道 要选哪块塞红的时候 最后都会选择它 就是VSL的双色塞红 它的色号是6号 是那种鲜嫩的粉色 加上细腻的金色偏光 它能够画出比较高级感的妆效 为整体妆容锦上添花吧 这款尤其是带阳光 你会发现它自带 Bling bling的高光 可以算是今天推荐的里面 最闪亮最有光泽度的一款 你看一下 这又是光泽了吗 相比我今天推荐的这几款来说 它并不是显色的那种类型 但我真的需要有想要 若花腮红的时候 可以随便拿出来涂的一款 总之这一款还是特别好看的 好了下一位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 CAMMAKE的这款 古色花瓣腮红 它是很火的一款日杂色 你能看到它是由深浅不一的 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 它就会形成那种微醺玫瑰色 也类似于热桂奶茶色 反正它就是可以通过 混合的比例自行调整出 自己想要的颜色 我觉得这一盘跟我今天的妆容 还是很搭的 你呢 是吧 古色花价格就可以像我这样搭配一款 奶茶色系或者是 土色系的口红 就还蛮有气质 蛮温柔的 所以这一盘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 日常通勤普通合适 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就是 NARS的这个腮红盘 这款NARS的六色腮红呢 是今天唯一一款腮红盘 我平时就很难抗拒这种 美貌的包装 但它可不是华而不实的花瓶哦 它是由五款腮红 加上一款高光组合而成的 每一款呢都很日常 一盘就包含了从橘色调到粉色调 每颗都带有十分细腻的珠光 颜色呢就是属于自然轻透挂 它上也就没什么粉感 我有的时候喜欢把它们叠加 或者是混合使用 呈现出来的妆效就会更加有层次感 会涂一个这个裸掉的吧 我今天红和上面这两个 如果你底妆伤得比较厚的 就不建议你这样来回的扫 可以用轻轻的点压的方式进行上三分 这样就不会破坏掉你的底妆 那我们再主涂一下这个高光好吗 嗯 涂在全骨刻前的位置 视觉上会显得全骨眨一眼的 这个光泽感还是非常细腻的 这就是完整的钟像 用好腮红其实不仅可以 为我们的妆容改变风格 而且呢能够在视觉上 帮助我们修饰脸型 当然只是视觉上会达到 瘦脸的效果 并不是真的能够瘦 我之前工作号其实有推荐过腮红 还介绍了腮红的几种画法 以及如何挑选腮红的颜色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